小莉的厨房开饭啦 小莉的厨房开饭啦 我上次吃这个有很粗色的花椒的味道 看这个一碗花椒 无意之中又看到Food仁哲之前去成都吃的红油操手 今天我也来做一份 我们赶快开始吧 先准备好一点青葱和生姜 不喜欢姜的味道可以不用放哦 建议用3层肉做肉馅 这样子的话吃起来更有口感 1茶匙盐和2茶匙花椒粉 鸡精粉2茶匙 2汤匙生抽 花椒油半汤匙 这个也是按照个人口味 不喜欢可以不用放哦 再打入一颗鸡蛋 玉米淀粉一大勺加入 打入鸡蛋的目的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加水了 这样子的肉馅会吃起来更有弹性 然后顺时针方向的动作 把全部调味料搅拌均匀 差一点忘记我的胡椒粉 加入1汤匙 又开始咯 随时针方向来搅打肉馅 这个过程就像在做运动一样 大概7到8分钟吧 尽可能打出肉的胶质来 肉馅才会弹牙多汁 甩一甩 感觉有粘稠度就可以了 肉馅搞定啦 我们开始包超手咯 我喜欢皮薄馅多的感觉 所以肉馅呢 我会稍微放多一点点 超手的包法很多 我这种应该是算最简单的啦 很容易就学会啦 对吗对吗 一秒就可以搞定一颗了 我怕皮肝黏合度不好 所以准备了一点水 这个小tips大家可以收藏哦 是不是看两次就学会了呢 这个比包饺子容易多啦 没关系 如果你还没有会的话 我放一个慢镜头给你们看 超手皮成三角形对折 左手捏住一脚 右手向上旋转90度捏合 就搞定啦 哇哦 一周的早餐全在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麻油炒手的汤底吧 调味料的比例我会打在屏幕上方供大家参考 海天酱油炒菜很香 是真的很好吃 看过我是歌手的 对这个品牌不陌生吧 这个花椒油也非常的香 但是呢 依照个人口味 有些人不喜欢妈妈的感觉 我告诉你们哦 这个吃了嘴皮真的会跳舞的 我还有额外加入花椒粉 麻油炒手这样吃起来才爽 这个就是我家必备的秘密武器啦 辣椒红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下次我也可以分享哦 麻油炒手料底搞定 水开之后就可以放入炒手了 大概三至五分钟它们就会浮至水面 接着再煮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我的肉馅比较大颗 所以我让它们多翻滚了两分钟 出锅了出锅啦 哇哦 红红的汤底 看起来有没有很爽呢 可是不喜欢吃辣椒的朋友 看起来应该觉得很可怕吧 上桌之前一定要记得撒一点葱花哦 自我感觉 比Food Ranger的那个好吃多了 好珍惜哦 简单容易做 在家里都可以享受的美味 我要开动咯 美食无距离 串联你我他 不要吝啬你的小手指 赶快订阅我吧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我是Julie 这个庄師 准备 好的 好 很好